白左赢了208比0,韩国全面禁止吃狗肉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文原创古源,来自微信公众号古老板 据财新网最新报道,韩国国会压倒性的通过了一个法案 禁止狗肉消费,这是韩国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胜利 同时,零票反对也标志着白左在韩国全面占据了政治舞台 而本届韩国政府号称是一个右翼政府 同时,也在向世人宣布韩国的白左化程度 在东亚国家中已经遥遥领先了 韩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西方很多国家禁止狗肉,虽然一样有白左的影响 但是不吃狗肉也是当地很长时间的传统 这种传统来源于近代欧洲工商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西方人更有爱心 十九世纪以前,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有吃狗肉的历史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什么都吃 狗肉正好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可靠来源 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后 工业化生产从传统行业逐渐蔓延到了畜牧业 猪、牛、羊等家畜就此告别三样 统一进行工业集约化养殖 这时候原本事业力最强的狗成了最不适合集约化养殖的目标 因为产出太低了 狗肉在欧洲的食品地位进一步降低 与此同时,欧洲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 开始把温顺的狗当作宠物 地位迅速提高 拥有伴侣动物成为高贵的象征 狗是人类的朋友 则成为这些人的座右铭 狗成为宠物是因为他们没有猪难看 其实科学界已有定论 猪的智商要远高于狗 狗是人类的朋友 也是欧洲人对自己的养狗行为的自我美化 但这种自我美化一样会在肉食匮乏时放弃 1870年普法战争中 普鲁士军队兵为巴黎后城内的百姓 因为粮食短缺,肉类更是其缺 于是饥饿的百姓便将屠道挥向了他们的朋友狗 以至于到最后巴黎都寻不见一只狗的踪影 但是东亚国家不一样 韩国更不一样 东亚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落后 自古以来食肉都比较缺乏 并且发展出来各种肉食的美食做法 狗肉从来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古代韩国人来说 吃狗肉是他们少数能够获得动物蛋白的方式之一 朝鲜半岛地势崎岖大部分土地不适合农业发展 更别提畜牧养殖了 除了鱼和野兽 自家养的狗成为他们获取肉食的重要来源 韩国人吃狗肉的热情不亚于中国人 甚至更凶 在韩国每年有200多万只狗被杀害 超过20万吨的狗肉被食用 韩国有成千上万的农场饰养肉狗 而七星市场是他们最主要的狗肉市场 虽然中国人通常在冬天盛行吃狗肉的习俗 而韩国人则更倾向于在夏天使用狗肉 韩国人称狗肉汤为补生汤 四季汤在炎热的三伏天里 他们会顶着烈日高温前往狗肉馆进步 狗肉在东亚国家 即使是在现代工商经济非常发达的时代 已经成了一道传统的美食了 成为了各地的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韩国禁食狗肉 本来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一次他们做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 韩国吃狗肉的习惯 让韩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时 出现了强烈的不自信 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 汉城奥运会时期 由于西方媒体和游客的指责 韩国政府曾禁止售卖狗肉 并为此立法将狗肉列为 咸物食品 当时很多餐厅摘去补生汤的招牌 取而代之的是营养汤 补养汤 四季汤等比较隐晦的新名字 不过相关法律后来被废除 在2018年韩国平仓冬奥会前夕 西方媒体纷纷谴责韩国人吃狗肉的野蛮行为 到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开赛前 国际竹联主席布拉特自信 韩国世界杯主委会委会委员长 曾孟准声称他收到了上万封来自 来信谴责韩国人吃狗肉的习俗 每当韩国主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时 吃狗肉都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攻击对象 甚至有国外请愿网站发起 抵制平仓的请愿签名活动 理由就是韩国人吃狗肉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为打造更好的国际形象 也为照顾一些欧美动物保护人士的 情绪 韩国政府在平仓冬奥会前夕 对大量狗肉馆痛下杀手 在冬奥会期间禁止售卖狗肉食品 甚至要求关门停业 就为了让平息欧美媒体的攻击 在这种压力下 韩国政府禁止饭店菜单 和招牌里出现狗肉的字样 韩国的饭店菜单上只能写着 补养汤火锅切肉来替代狗肉 欧美的白左们甚至直接到韩国大使馆去抗议 2018年7月17日这一天是三福天的出福 是韩国狗肉馆大火的日子 多位美国明星和动物保护组织LCA的成员 聚集在韩国驻美洛杉矶总领事馆前 召开了一场反对吃狗肉的示威集会 猫王前妻普瑞希拉普雷斯利 女演员金贝辛格伊丽莎白黛丽 唐纳德爱里克等人也来了 他们穿着印有别吃狗肉的标语的短袖 怀里抱着狗狗的标本 据美媒消息称 参与这次集会的动物保护组织 ICA在官网上写道 三福天韩国以补生汤名义使用狗肉的现象会增加 我们反对恶意利用消暑来吃狗肉 所以策划了这次示威 在这种压力和白左观念的传播下 韩国国内的白左势力也迅速崛起 他们在西方人的影响下 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反思 反对使用狗肉的抗议和呼吁也是此起彼伏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时 他的狗也参与了一场一场反对吃狗肉 和鼓励领养狗狗大会 虽然事后文在寅否认他有什么主张 但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韩国的白左势力于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总统选举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态 在这种压力下 以西越在选举中说他反对吃狗肉 但同时也认为吃狗肉并非虐待动物 因为狗在韩国还分为宠物狗和食用狗 应该分别对待 宠物狗应该被当作家人 言下之意就是食用狗 则另当别论 这一段话引发了轩软大波 动物保护组织强烈谴责了以西越的言论 他们认为所有狗的命都是一样的 狗是无法区分的 吃狗与虐狗虐待宠物是一回事 在竞选期间有动物保护组织的人 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进行了抗议 志愿者戴着狗头面具手里拿一把尖刀 意思是要将吃狗肉这种漏习一刀两断 他们还从以西越喊话 要求他立刻道歉 还要让其为食用狗颁布福利公约 西方社会舆论指责和国内白左势力的迅速崛起 让这一次法案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 林票反对 说明没有任何一个议员敢面对白左的压力 然而这场压倒性的胜利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自由的失去 禁食狗肉是反自由 白左之可怕就在于他打着温情的旗号 甚至打着为您好的旗号去管制他人的生活 本质上这一群白左在韩国成为了特权阶层 韩国人太看重西方白左们对他们的看法了 勿将与白左们接近当作融入世界的一种手段 其实那些白左们只是动嘴 因为现实中欧美地区的民众在采购产品商业合作上 从不会以对方吃狗肉作为标准 真实的经济利益才是全球融合的基础 而不是屈服于西方白左的舆论压力 白左们本质是反自由的 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偏好 就要用权力改变所有人的偏好 我不喜欢吃狗肉 你们也不许 这是白左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核心思想 他们并不是要表达偏好 而是要告诉你 你必须和他一样 不然我就呼吁权力来管制你 中国的动保主义者 一样呈现出这种特性 他们在马路上拦阻他人的汽车 不许犯狗者出行 这一样是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动 狗只是人类的财产 不管是宠物狗还是肉食狗 都具备同一性质 自由就是自我负责 产权保护 就是每个人的行动 自由陷于自己的产权边界 产权既自由 白左们的绝大部分主张 都是以伤害他人 侵犯他人产权 作为前提的 然而当白左横行于这个社会时 然而当白左横行于这个社会时 每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为人人都可以呼吁权力管制 另一群人的行动 强迫改变另一群人的偏好时 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万马其安一片死水 你不让我吃狗肉 我就不让你玩游戏 你不让我杀蜗牛 我就不让你穿裙子 白左们以为自己的温情默默 代表了世界文明 殊不知 另一群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 来管制他们 白左横行的世界 就是一个充满管制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动用权力 管制另一个人的行动 每个人都受到另一群人的管制 人人都失去自由 产权淡然无成 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个社会逐步消失 由此带来的问题 绝不仅是不让吃狗肉这么简单 这一结果是灾难性的 每一个人的财产都被他人寄予 每一个人都把手伸到别人家里去 每一个人的财产权都被另一群人剥夺 每一个人都成为压迫者 同时又成为被压迫者 全社会会逐步构建成一套大型的互害系统 韩国正在走向这条路 女权主义者通过法律 让所有的男性为他们生育收入买单 动物保护主义者 让所有吃狗肉 羊狗场失去财产自由权 绿色环保主义者 逼迫所有人按他们的标准生活 中国的爱狗人士们一定要清楚一点 逼迫他人按你的标准生活 最终你也一样得按另一群人的标准生活 你与狗永远共情不了 但你与人可以共情 任何一个人的财产被干预 都是巨大的损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无人在意财产权时 你家的狗 疫情期间被抓走 不是很正常吗 财产权则高于一切 当这一准则淡然无存后 没有人是受益者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